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 欢迎来到民主陈线 中国大学生 尤其是同级大学的学生 现在都是这么脑残 都是这么个低水平 有这样一篇文章成功引起了老兵的关注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个回事 中国的学生会被一些反贼和一些铁奴贵族缸狗 第一时间来辱骂中国的大学生 德国总理在同级被学生提问 现在德国同级水平那么差吗 硕斯访问中国 应该也是有官方的努力在内 总之 现在这种情况 能谈合作 谈发展 谈经济肯定是好的 但硕斯第二站在上海同级大学的教育会上 却出现了尴尬的一幕 一名同级大学的学生笑嘻嘻地向德国总理硕斯提问 听说德国大马合法化了 自己想去德国留学 但自己并不想吸食大马 怎么办 我起初看到联合找报的消息 但是没看懂 以为是报道错了 因为前后完全是两句毫无逻辑关联的话 程二逼也问不出这样的问题 后来去微博查了一下 一些博主想必也难以置信 于是找到路透社的报道原文 这竟然是真的 那么 然后这个人就气急败坏地在这边说什么 说德国还不阻止你吃屎呢 你怎么不去吃呢 那名学生或许觉得提出这样的问题 既幽默又有面子 还暗中损了德国一把 表现分一出 但事实上这种幽默令人头疼 听说你们德国都把大马合法化了 那岂不是能能都吸 怎么会有这样的国家呢 我去了会不会有危险 这应该是他所要表达的意思 这些外国领导人一般是不会拒绝回答这种问题的 他可能真会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无理头吧 但为了他们自身的形象 也不可能试图逃避这种所谓的白痴问题 于是舒尔斯向该学生保证说 如果他们在德国留学 不必吸食大麻 那么还有就是 问问二战后德国有没有吸取经验和教训 让舒尔斯写片检讨 当然不必真让他写 大概最后可能打个哈哈说开玩笑 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幽默讽刺 对内是幽默 对外是讽刺 但实际上 对外别人真不一定觉得是讽刺 他们顶多会觉得问题有些不符合逻辑的愚蠢 以及一些能够察觉到的恶意 其实这种恶意也是愚蠢的 唐罗把别人当作敌人 那么恶意应该隐藏 唐罗把别人当作朋友 那么恶意就不应该出现了 舒尔斯访华必然是正向的 这是今年第一位访华西方大国领导人 唐罗他还带来了三名内阁部长 与宝马奔驰等重要企业负责人组成的经济组 官方之前提了促进海外企业在华投资 这次又说了 德方是合作共鸣的重要伙伴 其实不用想 这段时候来访华 基本都是相关部门出力的结果 只是习惯了仇外的人 张口一定要讽刺 尤其对西方国家领导人 他们并无法了解到上层的想法 但他们始终觉得排外 一定是种让上层心安的表现 如果这种讽刺 能用幽默的口门说出来 那更能证明自己所用的能力 越说越想描述一种动物 直播这种能力是丑陋的 也是上不了台面的 并不是每一个教授都值得恭维 否则会为外界调侃 也并不是每一次贱人都需要教款 有时候对客人的教款太过用力 也会破坏原本好的氛围 就是这种文章就是写出来 就是无脑的把中国的这个学生 同学大学的学生给贬一顿 这种文章我听上去 真他妈像个傻逼一样写的 跟他妈一头蠢猪似的 有网友说老兵 你有的节目太水了 老是在这里骂人 有的时候一看你骂人的节目 我看了一分钟就不想看了 所以说我现在节目 我也尽量避免少骂人 但是你觉得这种逼他妈的 你不去骂邪中文章 你不去骂你他妈的能 只有骂人和爆醋狗 才能回应这种人 跟他妈脑残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也不管那么多 反正有网友你爱听就听 不听也拉倒 反正我就是要表达 我自己的真实的这种想法 对不对 第一个 这个学生 他想去德国留学 那么这是他想要去的 他对这个地方 他有一种 他觉得有一些价值 那么你们现在德国 大麻合法化 我中国大麻 我中国是禁毒很严谨的 那么你们人人都在 吸食大麻 我在学校里面 如果我的同学吸食大麻 那么我如何避免 我不吸食这个大麻 对吧 因为如果现在在西方 你不吸食大麻 你也许会被这些学生给排斥掉 你不吸大麻 你不能跟我们做朋友 我们在这里娱乐 在这里群交杂交 因为你大家知道 吸大大麻 就是正儿八经的毒品 中国到现在网上 还有人在 给替这个大麻 在这里洗地 极其的无耻 中国是不可能 给你开放这种口子的 你宁愿都记住这一点 只要你敢弄这种东西 马上就给你关起来 没有什么好的多说的 只要你在中国境内 你只要弄这个东西 这个是这个种东西 你像清朝的时候 人人都在吸福寿膏 吸鸦片 你看看一个整个社会 是什么病 对吧 那整个人都是什么病 中国是经历过这种状态的 不是没有经历过 对吧 然后你德国在那里吸 我去那里留学 我要去你的目的地留学 我肯定是要问这些问题的 而且你在所谓的西方领导人 就不允许别人问这个问题吗 还有一个 德国中立来访华 不是各个部门出力 不是中国出力 你这个文章的口吻非常阴写 以一种说 这个学生好像是破坏了中德合作 中德的经济合作 是被这个学生的问题给破坏了 惹得西方领导人不高兴了 西方领导人不都是标榜 他们有的时候开基西峰会 开北约峰会 不都是坐在一些很简易的那种办公桌上 那种沙发上面 他们还在那里宣扬书 你看人家多节俭 人家多大方 这那的 那这么仅仅这么大方 难道不允许别人问这个问题吗 还有德国总理访华 不是中国邀请他来访华的 中国这边的官方通报里面 没有任何的应做 随随随随随随的这个邀请 而是德国自己想要来的结果 而且德国已经不是什么西方什么什么大国领导人 现在德国它不是个大国 你记住这一点 它是个经济大国 但它不是个政治大国 只要你不是安理会五大常年理事国 你就没有资格称自己为大国 法国可以称自己为大国的 法国在海外有很多的殖民地 还有这个法语区 它可以称大国 它经济没得过好 但是它可以称大国 英国这个经济也没有得过好 但英国也是个大国 这是事实 但是现在法国跟英国都是二流大国 一流的就是中国 美国还有俄罗斯 这三个国家 日本自门主义经济大国 但日本它不是 它只能叫经济大国 但它不称为大国 它只能称为三流国家 为什么 它没有主权 所以说要搞清楚 所以德国总理来中国 包括宝马的CEO 都发表了说 我们反对欧盟搞所谓的补贴 对中国的这个关税 对这个电动汽车 施加这个高额关税 我们需要自由贸易 我说过 3155晚会 北京 难道你说奔驰没有问题吗 对吧 还有其他的一些 一些一些这个车企 保日街奥迪 难道没有问题吗 都有问题 那为什么唯独报道宝马 就是要对宝马开刀 就是要对德国开刀 所以你看到没有 由德国的宝马的老板 亲自出来讲话 反对 他说我们支持自由贸易 支持自由竞争 良心竞争 在竞争中 我们相互成就 但是我们反对欧盟 对德国 对中国的这个比亚迪 等电动汽车 这个 可以重税 因为如果你那么做的话 可能中国第一个就敬你宝马 中国人很多人都很喜欢宝马的 因为宝马这个广告太响了 宁愿坐在宝马里 哭 也不要坐在自行车上面笑 我说这个宝马还被这个马诺 这个广告给打得特别牛逼 很多人 买宝马车视为成功的标志 在中国很多人要买个宝马车 视为成功的标志 以及代表自己拥有优异的驾驶技术 高超的车技 和展现一种冲锋限制的一种 力量的美 所以你看宝马他 宝马车在中国卖的还是相当好的 销量仅次于奔驰 对吧 所以你看 宝马的CEO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讲 是他们来求我们 不是我们求他们 德国 德国这些年是在跟中国进行经济脱钩 他们一直一直都在努力 他的副总理 经济部长哈贝克 绿党的 他的外长贝尔伯克 对中国全都是大放厥词的 都要脱钩的 不能依赖中国 所以要搞清楚一点 是他们来求咱们 不是咱们去求他们 咱们不需要去求他们 这什么正的那的 因为对中国来讲 脱钩就脱钩 他们当时欧盟对新疆问题 搞下机把搞制裁 中国直接就制裁了他们 那谁扛得住 谁扛不住 所以说 在这里来骂什么 你这个话完全就没有逻辑 我觉得你这个 作者习这个话 是完全没有任何逻辑的 什么叫你 德国还不吃食 你吃吧 这叫做什么话 简直是个脑残 你为你 你要舔主 西方领导人是什么 高级动物 高党动物 你自己要去舔 就像在这个小红书上面 我经常刷这个小红书 我也刷近日脱条 近日脱条 比较偏基层一点 小红书比较偏 他妈的小布尔乔亚 和这种中产一点 这上面 那个报道视角 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报道视角 拍了德国总理 旁边保镖好帅 好牛逼 好屌啊 车队 怎么样的 像个舔奴一样的 你自己舔 不要带着别人去舔 对吧 中国的学生 向德国总理 只能够去问一些 我好喜欢德国 德国好棒 德国好牛逼啊 德国很民主啊 德国经济非常好 我很向往德国 德国很有钱 德国人很有松弛感 是吧 你说他妈的 去问这个问题 去派他妈德国马屁 你他妈这种 这种铁奴 你就他妈的 你就他妈爽了 铁奴是不是就舒服了 刚狗当的是不是特别他妈的舒服了 舌头特别他妈妈溜 他跟真个白痴一样的 中国学生能够问出这种问题 就代表了 他们的心理建设 是高于你写这种文章的这种人 这些00后 05后的这些小孩 非常的优秀 你德国总理又怎么样 我就是问你这个尖锐的问题 但也许他不是认为这是一个尖锐 但是他表示一种担忧 他问之出这个问题 我觉得非常好 不处这些人 他们不贵了 不再像你们这些和尚 成长的这一代人 天天就要给老外下跪 人家这个孩子都没有下跪 非常的优秀 非常不错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他们的精神面貌非常优异 所以我就讲了 你妈那个逼真 真的是什么软东西 写这种文章 在这个地方讲这种逼话 还好像一意思 这个学生还给人扣大概帽 这个学生 好像破坏了中德合作 中德合作 不是我们要求德国合作 因为我们现在产品是大量 攻占他们的市场 他们需要中国的市场 需要中国第一季度 5.3GDP增长的这种市场 这是他们需要的 对 李强也跟德国 德国讲 你们要放开一些这个技术 对吧 一些高精进的技术 你要过来 相互之间学习 相互之间成就 你有你德国的核心 对吧 你要这个中国市场 你就要坦承不公的 这就要合作 所以有些人他非常邪恶 就好像我说什么东西 对我也进行一种 大规模的贬低 好像我他妈是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一样的 中国的政策由我老兵来往来制定 这不是搞笑吗 但是你扣大帽子 你这个技术不咋地 我觉得不咋地 你要打倒 你要政治上打倒一个人 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打倒的 懂我这意思 还有一个 说什么他什么讽刺幽默 还他上表达什么 这是你的意思 不是别人的意思 别人没有那么想 你不是别人 别人内心想什么 你不知道 你可以分析 但是你不能去定义 还有一个 老外问中国人 这种问题少吗 对吧 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两会当中 问两会的发言人 李尚福什么时候来啊 然后在国务院总理 达奇德问上面 动不动就问 你对中国攻击西方 你怎么看 中国人搞人权迫害 你们应该怎么看 他妈的个逼的 人权迫害你看到了 中国搞黑客 你看到了 你看见了 别给我讲人权 妈的你看看那些 那些巴勒斯坦人 怎么死在以色列人的 这个炮 枪炮之下的 别给我踢人权 没有任何资格 对中国踢人权 等我这意思吧 你们不要舔 时间去他们舔 别在这个地方来骂 什么中国什么大学生 说中国大学生 现在中国大学生 性能面貌不太好 因为他们性能面貌好 不像你们一样 当他妈舔奴了 舔他妈定钩子 当钢钢狗 然后你们就不爽了 自己呗 还要让别人一起呗 什么玩意儿 然后还有一篇文章 更加悲观了 说舒尔斯访华 这个文章写的 真他妈悲观 未来或是人能未及 唯一的赢家是习近平 也就代表了 他们就代表说 今天由于经济 德国总理向中国下跪了 德国总理向中国下跪了 我们西方输了 在经济上 政治上 我们居然向威权国家下跪了 你这帮屁 你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啊 法国世界报 周二就德国总理 数次对中国的访问 发表了设评 在法国和德国 关系疏远的背景下 法国世界报 担心未来会出现 冷冷危急的局面 法国世界报 周二在社报中表示 德国总理在中国 呼吁公开和公平竞争 似乎德国总理 是忽略了北京指令力量 较量这个事实 如果欧洲人不团结 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行动的话 就会面临被削弱的风险 法国世界报指出 二月二十二月二十七日 就是二二年的二月二十七日 即俄罗斯务卿 乌克兰后第三天 德国总理在联邦讲台上 专业的宣布 时代变了 德国被迫承认 多年以来 一直把赌注压在普京的理性上 把赌注压在 依靠俄罗斯天然气的供应 来维持德国供应的运作上 从而泄露了企图 然后也是想要 意思就是说 让硕士继续进行 跟中国脱钩的政策 上哪去脱钩 德国现在穷成什么样了 冰套都买不起了 软套都买不起了 知道不 直接那样瞎搞 直接就不带软套 搞了都搭了 现在你看看 德国包括西方 HPV的感染树 是飙升的 还有各种性病 你自己去看那个数据 为啥 毕竟套买不起了 毕竟套这种 老外他的通胀 涨的是很恶心的 他专门涨这些 就是说 你个人护理用品 寄生用品 水电煤 柴米油盐 酱醋茶 都是跟你生活 你必须去支出的 这种开支品相关的 但不是说 你一个什么汽车涨价 你一个什么手机涨价 这些 你可有可无的懂 对不对 但是你柴米油盐 软套 西方人 没什么娱乐 就喜欢打炮 软套这些东西 都开始涨价 所以说 你今天都这个B2了 你还不跟中国来合作吗 所以他们就 陷入这个 陷入这个陷入危机 本来就是 说明你们西方的联盟 已经破裂了 已经崩盘了 西方它不是基于血脉 虽然我们中国基于血脉 民族 论同感 就凝聚在一起 全国这么大凝聚在一起的 你们是基于他们利益 利益没了 海盗们 肩上不能分赃了 那不就散伙了吗 各自打斗了 这不就现实 这有啥好叽叽歪歪的 是吧 谢谢各位支持